中華直播上半季球季結束 市隊將重新整備軍榮 而各隊的巨頭也將陸續歸隊 包括新農牛阿美族的楊建福 同運時的潘維倫 藍米戈桃園隊的王楓欣 以及兄弟向隊的林恩宇 而新農牛隊的阿福 楊建福因為手傷被降至二軍 上半場登板 只有一勝二敗的成績 經過復健以及在二軍的比賽 慢慢找回手感 楊建福也希望在下半季的球季 能夠固定先發 而新農牛在今年的球季 補強許多新人 身為大學長的阿福也語重心長 針對新秀投手群們有所期許 向學弟們都能夠更用心的面對 每一場比賽 針對遇過的每位打者做下紀錄 中華之班的下半季 新球季即將在二十九日正式展開 藍米戈桃園隊第一仗就要對上兄弟 向隊 牛隊則是對上 統一師隊 牛隊的阿美族林英傑 擔任先發任務 楊建福等要等到 下個禮拜是情況上場先發 這次登陸阿美族台北市採訪報導